有这么多丰盛的光与真理环绕在我们四周 我们何其蒙福能在我们敬爱的先知和会长 多么梦生的会长带领下再次聚集在这场全球大会上 会长我们爱你也支持你 我在担任飞行员的职业生涯中 极为仰赖精密可靠的电脑系统 但我自己却很少用到个人电脑 身为行政主管 我的办公室工作都有亲切的助理和秘书协助我完成 1994年我被召唤为总会持有权柄人员时 这一切都改变了 我的召唤包括了许多美好的师柱机会 但也包含了大量的教会办公室工作 多得超乎我所想象 令我震惊的是 处理这些工作的主要工具是一台个人电脑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 必须钻研这个既奇特 神秘又难以理解的世界 起初 我和电脑没有处得很好 有些能干的科技人员 试着教导我使用电脑 他们会站在我的身后 伸手越过我的肩膀 使肩飞快地在键盘上移动 像在敲击一首交响乐 看到没 他们会自豪地说 就是这样操作 但我没看到 这个改变很难 我的学习曲线仿佛碰壁了 我花了无数时间 一再重复 耐心地怀着许多希望和信心 加上七次的保证 还有许多瓶无糖汽水 品牌我就不说了 如今 22年后 我的周遭充斥着电脑科技 我有一个电脑 电子邮件 一个Twitter账号 一个Facebook 我也有智慧型手机 平板电脑 笔记型电脑 还有一台数位手机 数位相机 而且 虽然我使用的科技技巧 可能还比不上 一般七岁大的孩子 但对于一个七十多岁的人来说 我已经做得不错了 不过我注意到一些有趣的事 我越是熟悉科技 就越把它视为理所当然 在人类历史上 有很长一段时间 沟通是以马匹的速度进行 传送信息 取得回音 可能要花上几天 甚至几个月 今日 我们的信息会瞬间穿越 天际数千英里 或在海里 旅行数万公尺 到达世界另一边的人 要是有些耽搁 即使是只有几秒钟 我们就会感到沮丧 懊恼 和不耐烦 这似乎是人的天性 即使事情再怎么神奇 令人赞叹 只要是日渐熟悉 我们就不再感到惊奇 而视为平常 我们是否把属灵的真理 视为理所当然 相较之下 把现代的科技 和便利 视为理所当然 可能只是一件小事 然而可悲的是 我们有时候也用类似的态度 来看待耶稣基督福音中 那些能扩大灵魂的永恒教义 在这个教会里 我们已获赐良多 这丰盛的令人 惊奇的光与真理 环绕四周 我不禁思索 我们是否真心感谢 所拥有的一切 想想救主在视传道时 那些与救主同行 和交谈的早期门徒 想想看 当他们看到救主 从坟墓中起来 摸到他手上 和肋旁的伤痕时 他们的心思意念 应当洋溢者 何等的感恩和前进 他们的生命 从此改观了 想想看 本福音期的早期圣徒 他们认识先知约瑟 听过他传讲复兴的福音 想想看 当他们知道 城市和天堂之间的曼子 已再次开启 光和知识 再次从高荣的天家 请注到世间 他们会是什么感觉 最重要的是 想想看 当你第一次相信 并了解到自己 确实是神的孩子 耶稣基督 甘愿为你的罪受苦 好使你能再度洁净 所以圣职的能力是真实的 能在今世和全永恒中 将你和你所爱的人 结合在一起 今日世界上 有一位活着的先知 想想看 你那时是什么感觉 想到这一切 不仅会想 我们每个人 对于参加教会的崇拜仪式 怎么可能会不感到兴奋呢 怎么会厌倦阅读神圣经文呢 我在想 会有这个可能 原因只有一个 就是我们的心已经麻木了 不再感恩赞叹 神所赐给我们的神圣 崇高恩赐 改变生命的真理 就在我们眼前 随手可得 但有时候 我们却像梦游般 走在门徒的道路上 有太多时候 我们会分心去注意 其他成员的不完美 而忘了跟随夫子的榜样 我们走在一条 撒满钻石的道路上 却难以将它们 与平凡的石头区分出来 我年轻时 朋友会问我一些 关于我的宗教的事 当我通常开始 说明一些差异 如智慧语等 有时也会强调 我们和其他基督教派的 相似之处 这些都没有给他们 留下深刻的印象 但当我谈到 我们是天父的儿女 他为我们制定了 伟大的幸福计划时 他们都很用心在听 我记得 我曾试着在我们教堂一间 教室的黑板上 画出这个救恩计划 我画了一些语言圈 分别代表前生 今生 以及死后回到天父 天上父母旁边 我十几岁时 很爱分享这个 令人兴奋的信息 当我用自己的话 简单地说明 这些原则时 我的心总会充满感激 感激神爱他的儿女 感激 救主 救赎我们每个人 脱离 死亡 和地狱 对于这项爱 喜悦 和希望的信息 我身以为柔 我的一些朋友会说 虽然他们的宗教 从来没有教导过这些 但这个信息 听起来 很熟悉 仿佛他们一直都知道 这些事是真实的 仿佛我只是让他们 明白了一些 早已深植于他们内心的事 我相信每个人心里 对于生命本身 都怀有一些基本的疑问 我从哪里来 我为何来到世上 我死后的情况如何 有史以来 人们就不断提出这类问题 哲学家 学者 及专家穷奇艺生 用尽财富 只为找出答案 我很感激 耶稣基督的复兴福音 为生命中最复杂的问题 提出了答案 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 就在教导这些答案 这些答案既真实 明白 直接且容易了解 这些答案来自神的启发 我们也在三岁的阳光班 教导这些 弟兄姐妹们 我们是永恒的人物 既没有开始 也没有终止 我们一直都存在 我们的确是天上父母的灵体子女 我们天上的父母 是神圣 不朽和全能的 我们来自主神所在的天庭 我们属于 至高之神 以罗星的皇室家族 我们前生时 与他同行 那时我们听他说话 目睹他的尊严 学习他的道 你和我都参与了一场天提会议 那时我们挚爱的父亲 提出了他为我们致电的计划 让我们来到世上 获得骨肉身体 学习在善恶之间做选择 并从中进步 那是其他方式无法获得的 那时我们知道 当我们通过慢子 进入这尘世生命时 就不再记得前生了 世上会有对立 和逆境和诱惑 但我们也知道 获得骨肉身体是最重要的 当时的我们 多么希望能很快地学习 做出正确的选择 抗拒撒旦的诱惑 最后回到我们 挚爱的天上父母那里 当时我们都知道 自己会犯下罪恶和错误 也许会很严重 但我们也知道 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承诺会来到世上 用他无罪的一生 自愿在永恒的牺牲中 舍去生命 那时我们知道 只要我们把心交托给他 信赖他 并努力用我们的灵魂的一切 尽心尽力 行走在门徒的道路上 我们就会被洗尽 再次回到我们 自爱的天父面前 所以对于耶稣基督所做的牺牲 有信心 你我都凭着 我们的自由意志 接受了天父的计划 因此 我们来到这美丽的地球 因为神给我们的机会 而我们选择了 接受那机会 但我们的城市生活 只是暂时的 会随着 我们的肉体的死亡 而结束 然而 你我的真正本质 却不会毁灭 我们的灵 会继续活着 等待复活 这是慈爱天父 和他的儿子耶稣 给我们每个人的 免费恩赐 在复活时 灵和身体会再次结合 不会再有痛苦 和身体的不完美 复活后 会有审判的日子 虽然所有的人 都会在最后得救 继承一个荣耀的国度 但是那些信赖神 努力遵行 他律法和教义的人 却会继承 永恒的生命 享受 无法想象的荣耀 和无比的威严 审判日 那天会是个 充满慈悲 和爱的一天 在那天 破碎的心 会得到医治 忧伤的眼泪 会变成感激的泪水 并且 一切的事 都会圆满解决 当然 也会因为罪恶 而有深切的忧伤 当然 我们也会因为 自己的错误 愚蠢 和顽固 使我们错失 拥有更好的机会 而懊悔 甚至 忧伤 但我相信 我们到时 不仅会对神的审判 感到满意 更会因为 他无限的恩典 慈悲 亲爱的朋友们 想到天父为我们预备了这伟大的幸福计划 不会让我们的心思 研读 最近我有机会 请注在我们身上的光和真理呢 我们自爱的天父 只要求我们遵行我们获得的真理 跟从他预备的道路 因此 让我们鼓起勇气 信赖圣灵的指引 让我们在言语和行为中 与我们的同胞 分享神的幸福计划 这令人赞叹的信息 让我们的动机 是出于对神 和他对儿女的爱 因为他们都是我们的弟兄姐妹 这就是我们在回报 丰厚赏识时 可以开始做的事 终有一天 万息都必跪拜 万口都必承认 神的道是公正的 他的计划是完美的 对你我而言 愿今天就是那一天 让我们和古代的雅各 一同宣告 我们的神的计划 何其伟大 我为此做见证 并留下祝福给各位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